格兰娜在野线轻快铁16站停止运作7天后 加拿大专家已经来到我国 并配合技术人员调查造成列车无法自动运行的原因 对此原任交通部长魏家祥继于说明 但不如达到大专家的内容 但是注于对它来与联系的 他们必须做项目提到 因此,currence导司从 Singapura也成立之间 今ách與 Vancouver也成立,东东也成立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们有任何人会拖累 在五个月的入门 如何他们会拖累 他们会拖累 或者做进行组织 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是什么地方 哪个州的地方 如果我们在获充 尽管 社会的 公司 是他们的 所谓 他们的 是他们的 他们他们是在这些拖累 他们会拖累 他们会拖累 我们继续 那我们继续 不足为了 人的 但是 我们先把 安全 那 致 做出 试试 在这里 那 就是 在那些国内 有个 同样的 同样 我们的 是 因为 我们在 我们的 中心 是 什么 可能 受到 为什么 会 因为 因为 sistem 是 全 都是 我们的 另一方面,魏嘉祥也表明 如果今明两天的测试结果 先是16个LRT站可以正常操作 那么就会尽快公布 并在隔天会复运作 但他补充,一切还得看检测结果而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